喂 郭安局吗 我要报案 我老婆失踪了 已经超过了二十四小时 我现在马上过去 好吗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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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讨好我有什么用 有本事生个孙子给我带呀 我伺候你 我跪下来给你穿鞋都行 我们李家可就大力这一根土苗啊 你想让我们家钝子绝孙呢 妈 我今天不太舒服 先回房了 摔谁呢 天 吃的喝的哪样不是花我儿子的 我儿子我都骂得 你又还说不得 说了句你还不愿意呢 儿子你吃排骨可新鲜了 妈你吃 看这鱼 下午买的时候还活的呢 多吃点 小爱 来你吃这个 多吃点啊 妈这土豆丝是前天剩下的吧 我看没坏就放一起了 这里边这火腿你看还有辅竹 这都昨天晚上的 没事你吃吧 又吃不死人 哎呦 在城里人就是不一样啊 你说这么好的东西 扔了怪可惜的 你说这要跟以前 想吃还吃不着呢 既然是好东西 怎么不让您儿子都吃一天 爱卿 咱们家可都指着大力呢 不像你一天没事干 吃饱了就睡 妈 少说两句啊 爱卿 你 妈 喝了它 这是什么呀 秘方啊 妈 我们已经试过很多次秘方了 这次不一样 这次肯定有效 这次是沉淀阳史 是用去年的 干透的母羊史熬的 你三姑婆家的儿媳妇 就是喝了这个 抱了个大孙子 快 喝了她 我不喝 只要能给我生孙子 别说是阳史 人事你都得给我喝 喝了她 你干什么 你的 你怎么都吐了 我再去拿 你今天必须得跟我喝了 妈 你别去 你别走 你放开我 你别去 你别去 你干什么推我呀 妈 你怎么在地上 你干什么推我呀 哎呀 展花呀 你可来了 她 她推你吗 我没有 我没有 好大 你到我们老李家 没人了是吧 你敢欺负我吗 你还瞪眼 我打死你 我 我再过了一下试试 试试 试试 你妈别去 妈 你怎么哭了呀 哎呀大丽扬 你可算是回来了 你要再不回来 咱妈对我被你媳妇给欺负死了 啊 爱卿欺负妈妈不可能吗 这个 我妈还冤枉她不成 她把你妈推倒了地下了 哎呀大丽扬 我推你了吗 爱卿 妈管我喝羊屎汤 我不过是要把她推开 姐一进来 不分鞋红灶板就打我耳光 哎呀 我这是什么面啊 你说你妈快六十的人了 我就想放个孙子 我有错吗 我给她弄点边方 我求爷爷告奶奶 费劲巴拉的弄来 再给她熬好了 端到跟前 可是她呢 不喝 一怕就给我掀翻了 你还把我推倒在地上 你妈怎么活呀 我也去沾花呀 妈 老婆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推妈的 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你给妈道过歉呗 我道歉 我又没有错 我干嘛要道歉 我知道你委屈啊 但是咱妈六十了 咱们作为小辈是吧 你主动推她 我主动动手推她 我 行 行别说了别说了 我去给你道歉啊 你有没有 别说够了别 我够了够了够了 你哪里 行 行 老公 你对我站得很 你不是说你想创业吗 嗯 这个 这是我爸妈大半辈子积蓄 全都在里面了 我李大利一定能让你过上好生活 李大利 你混蛋 好的您放松放松 郑叔他娘儿子就是好啊 儿子 这都两年了 你说他那肚子连点动静都没有 你真不怕他生不出孩子了呀 妈 医生不是说了吗 爱情身体就有点虚 调理调理就好了 您放心 您肯定能帮上大孙子 哎呦 你妈这梦都做了两年了 可到现在她连个蛋她都没吓出来 嘘 妈小点声 儿子 咱可不能在他这一棵外包树上吊死 妈您说这什么意思 他不能生 还有别人呢 妈 这话可不能让爱情听见啊 那可不得了 行了 你也在这休息 不会睡了 好 这孩子 笨蛋 谢谢老娃 辛苦了 你俩别吃了 给我去趟医院 啊 小琪 阿姨 你爸怎么了 前段时间回村里挺精神的呀 我爸他前段时间说心脏不舒服 我就想带他来市里看看 我有一个朋友说能帮忙预约 然后还能拿到内部架 然后呢 哎呦快别哭 然后我就把我给我爸带来的六千块钱 都给他了 他就把我拉黑了 然后我爸知道就 就晕过去了 哎呦这孩子 六千块呢 你爸老孙孙得赚几个月呀 你怎么就给灶霉了 他能不晕吗 快别哭了 把我传家属 麻烦先去缴个费 我去 我去 你好 护士我来缴费 住院费和检查费一共六千四百二十八 来 呃 请问一下 治愈肥后行心肌炎的话 是需要多少钱 这个不好讲 你存两万差不多 行 那你帮我划两万吧 好的 谢谢 大哥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啊 好多了 妹子 我都听小青说了 真的是太感激你们了 谢谢 哎呀 你看你 客气啥呀 我们一个村住了那么多年 帮这点忙不是应该的吗 对了 大哥 昨天我们家爱青 帮你们垫付了两万块钱 你看看是不是让小秦写一个 周建仁啊 今天的身体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王医生 谢谢您 那两万块钱不用着急花 真的 谢谢你爱青姐 照顾好叔叔 嗯 嗯 小秦 爱青姐 你怎么来了 哎 阿姨啊 小秦那你来了 哎 来 把东西给我 你坐 谢谢阿姨 我把东西给你拿房间的 嗯 嗯 哈哈哈哈 爱青姐 请你坐 你也坐 哦 我今天来是来谢谢你的 那六千块钱警察帮我找着了 太感谢你了爱青姐 学手治疗的事 叔叔怎么样了 我爸他回老家了 啊 那你这是 小阿姨啊 你看看 你们前些天不是嚷嚷着要找个保姆吗 我看小秦挺合适的 我就让他留下了 啊 爱青姐 你借我那两万块钱 我一时半会儿真还不上 所以我就想着给你们家做保姆抵债 你放心 我什么活都能干的 你看 我行吗 行 肯定行 走 阿姨带你去熟悉熟悉环境 啊 看看 那边是你的房间 这是厨房 啊 啊 房间里我们出现吧 穿上品牌的衣服啊 还有人东西啊 就爱追求自己 就过去那里 你好骚啊 大力哥 你下班了 给我们家做保姆辛苦了啊 不辛苦 我还得感谢爱青姐给我这个机会呢 啊 贝老婆 小秦真是不错啊 啊 还行吧 来 小秦呢 你坐阿姨对面 阿姨饭都能多吃一碗 啊 啊 吃饭 大力哥 吃饭了 小秦 小秦这孩子真不错呀 来了这几天 不带手脚勤快 嘴还甜 这几天呢 我是真舒心啊 真舒心啊 不像有些人 好吃懒做不说 还几天赌 还净给我添赌 妈 你要是住得不舒心 可以回老家的 那还不是因为你 连孩子都怀不上 我们家就是养个猪 也得下几个子吧 妈 这话说得有点过分了啊 妈 您是长辈我尊重您 也请您尊重我好吗 爱卿 母凭子贵 我怎么尊重你啊 阿姨 阿姨 这怀孕的事情 本来就是靠缘分的 您这么说爱卿姐 小秦 说什么呢 小秦说得又没有错 行了 你别吵了 行吗 你藏什么呢 没 没什么 给我 姐 拿出来 说是这衬衣吗 有什么好藏的 我记得你没涂过 这个颜色的口红 你 你先出去 你等等 这件事情 我不希望有第三个人知道 你放心 我打死都不会给别人说的 爱卿姐 你没事吧 走了 李总好 李总好 艾总好 我是现代的助理小夏 以后请你多多关照 小夏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公司 是她 老婆 老公 干吗呢 我给你买了新的手机壳 喜欢吗 老婆买的我都喜欢哪 那我帮你换好 挺漂亮啊 好 喂 老公 老婆 这么晚了还在应酬啊 我跟这个市场部的同事啊 开个会 这比较晚 你就别等我了啊 早点睡吧 好吧 那你也别太晚 好的 老婆 好 喂 老公 还没开完会啊 嗯 正准备晚回走呢 哦 别太晚回家啊 可能是我想多了吗 你吃的是她 吃的是她 李大利 嗨 艾总 喂 老婆 老婆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说的 艾总 艾总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艾总 你要不要来坐前面 不用了 不用了 我约了朋友 你约了朋友 你约了朋友 约了谁啊 我 小艾 我跟男朋友吵架了 果然只有你最爱我 这么晚还出来陪我 王莹 我忘了你家就在附近啊 你先把他们送回去吧 我陪一下王莹 行 那我先去了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走吧 拜拜 是那个女的吧 我也不需要她 你说我是不是想多了 有可能 也许是你最近崩得太紧了 对 你换香水了 那当然了 我男朋友都换了 香水怎么能不换呀 你真行 艾星姐 嗯 阿姨叫你出去一趟 知道了 马上来 阿姨 妈 您找我 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你一会儿把每个房间的地都拖一下啊 妈 我今天也不太舒服 小琴 你等会儿拖一下 好 我一会儿就去拖 你干什么 艾星 我忍你很久了 自打你嫁到这个家里来 整天好吃懒做不说 对我儿子还腰五喝六的 你真拿你自己当女王了啊 你说你孩子孩子生不出来 拖个地你都干不了 我真不知道我们家催你干什么 现在觉得我多余了 当初是谁死期白带的去求我爸妈 让我嫁给你儿子的 小琴来这个家之前 这个家里哪一件家务活不是我在做 洗衣脱地 你女王女佣还差不多吧 我真是朱油蒙了心 当初怎么就答应娶李进门 早知道你连孩子都生不出来 我根本就不会让你进我家门 我早知道是这样我也绝对不会嫁 现在知道也不完 你干什么 你给我滚出去你 这里是我家 我凭什么滚 好了好了 家哥哥哥实习你们别吵了 这是我儿子的家 不愿意带你进我 滚 姐 你没事吧 滚 你吼谁呢 你吼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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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琴姐 别打了 爱琴姐 爱琴姐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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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伤啊 儿子 妈 妈 你妈又被你媳妇打死了 爱琴 én 您已经是第二次跟我妈动手了 这个你怎么解释 谁看你的狗眼看清楚 我跟她到底谁才是被打的那一个 你 你 小琴 这怎么回事啊 都怪我 对不起 我没干好自己分内的事 让阿姨和爱情姐闹矛盾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小琴 你不用替她说好话 大力啊 她刚刚亲口说的 要知道你没钱 早就不会嫁给你 她嫌弃你了 她嫌你没钱 她后悔了 明明是你先打的我 还恶人先告状 你 你刚才是不是亲口说的 你现在不承认了 儿子 她就是嫌弃你了 我才让她滚蛋的 爱情 我一进门我就看你起我妈身上 我不管怎么说 我妈今天年纪这么大了 你得跟她道歉 我道歉 道歉 我告诉你 阿姨 她是生我养我的人 就因为她是你妈 我就活该被你们欺负 你学过本人 谁欺负你了 是你欺负我 哈哈 老婆 老婆 老婆我错了 对不起 我刚才不是有意推你啊 刚才 我错了 我错了 对不起 灵魂 老婆 我跟你处理一下伤口 不然真的留疤 老婆 老婆 真的对不起 我错了 我刚才不是故意推你的 你这样行不行 再有下一次我剁手 你把我手剁了行吗 我错了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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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 没人啊 老婆不哭了 行吗 不哭了 我错了 我真知道错了 李达丽 我给你最后一次结婚 如果我回来的时候 你还没有把你妈处理好 我们就离婚 老婆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我 我妈都年纪那么大了 你别再把她年纪大了 倒得绑架我了 她在这个家一天 咱们就没有办法安宁 我尝试过跟她好好相处了 但事实证明根本不可能 如果我回来的时候 你还没有把她处理好 你就离婚 老婆 老婆 你听我说 爱卿姐 爱卿姐 对不起 我刚要是拉住你的话 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 爱卿姐 大力哥 爱卿姐走了 儿子 她要离婚你怎么不同意呢 真是 这种女人 你留着她干什么呀 妈 这个婚不能离 离了我什么都没了 为什么呀 房子车她买的吧 公司她把她妈投的吧 那我离了婚以后 房子 车 公司 我一样捞不着 全都得让她拿走 那这婚 真 真不能离啊 对呀 妈 这婚不能离 你 善你识相 你就这么原谅他了 他把我婆婆都送走了 我也不能真问他离婚了 真的我对他是有感情吗 你对他是有感情 那他呢 盈盈 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八年了 反正他这个人平时有点语笑 有点爱占小便宜 但是他对我的感情是认真的 这男的有什么好的呀 他不过就是一个凤凰男 现在看来还是一个妈宝男 你别这么说他 他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优点优点 什么时候花言巧语也变成优点了 什么跟你说的 喂 知道了 来了 给你买了甜点 受不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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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瞎呀你 你没看到这有人就往上撞 你才瞎呢 你这么着急干 还是投胎呀你 脑子有病吧你 你穿成这样 你不会是当别人嫂子 被原配赶出来了吧你 你再说一遍 你就说怎么了 我就说 大蓝 走 有飞是吧 你出来我狗嘴 我今天想你做人 你干吗 找门卖了是不是 找门卖了是不是 你快快快 你快快 找门卖了 找门卖了 李大力 李大力 你不要认识吧 啊 你以为是谁啊 啊 怎么了 我告诉你 既然你碰到我 算你倒霉 你以后说话小心了 OK 朱小金 你们 我这个人呢我下辈子 我下下辈子 我下下辈子 我还拒绝 有你家做伯母 辛苦了 不辛苦 我还得感谢爱琴姐 给我这个机会呢 什么东西 你的老娘恨 我在困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 我跟哪个男人在这装呢 爱琴 你怎么了 你别哭呀 怎么了 他是不是李大力的混蛋又欺负你了 啊 刚刚那个男的 我都说那个男的肺子怎么那笔眼头嘛 李大力那孙子 不行 我找到他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他想创意 他没钱 是我点着脸跟我父母倩倩给他 他配钱买婚房 我把我所有的积蓄圈都给他买婚房 他 他创业 他 他需要一个会计 我把工作都分了我去给他做会计 他配钱买婚房 他配钱买婚房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我哭不哭了 又不是你的错 不行我去找他去 爷爷 别走 别走 你陪我去 我陪你 别走 别走 爷爷 你说他是不是因为我生不了孩子 才跟朱小青搞在一起的 你个畜生 你是他老婆 你又不是他们家传送接代的工具 我事实都把他放在第一位 他 他不把我的一切都给他了 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阿晋 你打算怎么办 如果你要离婚的话 我帮你找律师 就算要离婚 我也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不是我平坚持 我平坚持 我平坚持 不是我爱都懂 我的人想他 怎能孙姐 你真的找你了 你想不服了这么多工作 又要忙着陪那个小狐狸金 还要忙着付弄我 天堂